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 欢迎来收看二龙打小孩的对决 话说这个二龙很牛批 打得不错 小孩直播的时候也是输给了他 而且算是一个大败 看看怎么败的吧 前面已经被六连了 二龙有点意思 怎么不叫龙二呢 对他不是很了解 用这个下一阶大葵花 大葵花的话打你乱弄的 他下一阶小葵花 你乱动的话也没用 因为你有这个防守硬直 打得有点小聪明 你跳踢转一下 转过来想折腻一下 小孩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现在打得还行 跳蝎 放得还行 好的可以 所以先拿下一小局吧 打阻力 三比十输给了这个叫二龙的 很多人都在劝小孩 要劝退小孩 不过输赢都是正常吧 很多小孩的粉丝还是黑粉 也去喷小孩 喷最近的这个酒喝多了 都没反应了 对一个竞技玩家 确实酒不能喝得太多 不知道小孩是真喝酒 还是假喝酒 好的 打康再跳西爹 继续 有机会吗 有机会吗 继续 防一下防的 哎呀 防的话还防的可以 但是防久的话总是要出意外啊 这一波圣龙以为是安全的 没想到距离太近了 这一波环境也是非常的疼 想抓也抓不住啊 跳西爹 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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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站爹 哇呀 这么厉害吗 小孩被打在困在角落 动都动不了啊 这不像小孩的水平哈 还有七点 好 升起来 能不能见到最后一个人呢 直接死了哈 喜欢的点个关注 关注羞羞不许走丢 二十七点